跳跳堂 国宫领和珠宰领 北京同仁堂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新 小新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位于湾仔的香港会展中心 大家看到我们现在身后呢 可谓是人头传动 一年一度的美食博览在这里举办 那么今年的美食博览与往年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就跟随小新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因为现在呢 香港仍然有疫情存在 所以我们入场呢 需要扫描这个安心出行的二维码 就在前几天呢 香港特区政府已经更新了 这个红黄蓝码的特殊的检疫政策 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扫描之后是显示的蓝码 小新呢 现在已经在会场当中了 可以看到这个可以用摩肩接种来形容 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多 在有的队伍之前呢 已经排起了长队 甚至有工作人员已经竖起了对头和对尾的这个牌子 传统节日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在一家传统饼店的门口 我们可以看到身后已经排起了超级长的队伍 是泰国黑芝麻来的 我们已经有十几年了 我们用这个高温的冷压火壁机把它破壁之后 一出来就是一个现成的芝麻酱 那怎样舍你这些 它有很多种吃饭的 它有很多种吃饭的 直接的懒人吃饭就是每天这样 冲口不凉茶匙入口那里 然后和暖水冲 那它已经可以一个月可以见到功效了 那或者你可以多元化一点的 每天早餐抹一下面包 加蜜糖来抹面包 抹一下梳打饼 很好吃的 刚才店家也和我介绍 我们的这个黑芝麻糊呢 有这个增化的功效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996 特别严重的打工人应该是一个福音 大家也可以来试一下 在这个美食展当中呢 看到一个这个充满榴莲的摊位 那我们身边呢这位就是B哥 B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的榴莲有什么不同吧 我们专门做的是马来西亚的榴莲 这个今天呢 我们到场的全部都是 最顶级的帽山王 那么帽山王榴莲和普通的榴莲 有什么区别呢 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的优势就是比较有 它的味道呢比较甘甜 很香很浓 吃完之后呢 在口里面呢 可以环绕这两个小时 它的香味可以环绕两个小时 对对 这是冰皮的月饼 好 你看到白色的是帽山王 帽山王 黑色的黑刺 黑刺就是现在呢 马来西亚最顶级的榴莲 最顶级的榴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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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呢 因为这个是黑色的 浊炭病体 然后呢 我们特意做黑色的话 就是别人才知道 这个是黑刺 这些月饼就是从马来西亚 製造飞机空运过来的 我买了一些骨胶原的药 拼不拼? 便宜一点 有没有用消费券? 有用消费券 多数都用消费券 正常的香港人用八达通 很正常的生活 很方便 逛了这么久 小心也肚子饿了 我们身后有一家糯米糍 我们就去买一个糯米糍吃 谢谢 一个巧克力 一个芭果 谢谢 巧克力果果是这样吗? 没有 好 八达通 美女三十 好 谢谢 小新刚刚已经买了两个糯米糍 现在其实特别想吃 但是由于这个场地的疫情限制 我们只有回到家中再慢慢品尝了 可以看到这次的展会 还有线上和线下的部分 以及很多的直播卖货 今天的美食展小新差不多就已经逛完了 可以看到我是收获满满 买到了很多自己爱吃的东西 那么今天一圈逛下来的感受 就是这次展会既有很多香港本地的展台 那么也有很多来自全球各地的展台 所以可谓是非常的丰富 那么也欢迎大家在这个未来的这段时间 来到这个香港会展中心 一起来领略美食的魅力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